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鲍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 在加州的尼克松博物馆 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关键性讲话 这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 呼吁全世界以及美国社会 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关键性演讲 这次演讲的题目叫做 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在演讲之后 蓬佩奥还与民运人士会面 以下是美国之音 转播蓬佩奥国务卿演讲的录像 谢谢 谢谢各位 也感谢州长先生您的一美之词 您说的没错 您要进到那个体育场的时候 要是讲到我的名字会有一点回应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是我的粉丝说的 好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 高级飞行员凯拉·费斯曼 她唱出优美的国歌 也感谢罗里 神父为我们带领的祷告 也感谢 亦和尼克松基金会 邀请我来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美国机构讲话 非常高兴啊 就是有一个飞行员开头 然后呢又有一个陆军 一个海军来站在我的身后 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这 尼克松的父亲在此盖了这座房子 养育了他长大 也感谢尼克松理事会的工作人员 维护这个历史地标 也感谢 你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把活动办起来 今天也很幸运 在座有几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包含我认识的这个Chris Nixon先生 然后呢也感谢 Nixon Eisenhower 还有Trisha对我此行的支持 同时呢今天在场的也有几位 远道而来的中国艺人士 也欢迎所有尊贵的客人 也感谢所有尊贵的客人 还有你们这些座内的人 可能负费负得特别多吧 也感谢在线上收看的观众 最后周长刚刚有说过 我其实是盛台纳出身的 就离这边不远 今天我的姐姐 还有其他家人都在场 我想今天你们可能 多么都没想过我会站在这儿 今天的发言呢 是关于中国人的 中国一系列讲话之中的 第四个讲话 我请了国务安全顾问欧布莱恩 联调局局长雷 还司法部长巴尔与我一道发表这些演讲 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任务 就是要解释美中关系的这个层层面面 在这关系之中呢 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巨大的平衡 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霸权设计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清楚地阐述 美国人民面对的这个威胁 这是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希望应对的 同时我们也想要清楚说明我们保卫自由的战略 欧布莱恩大使他谈过了意识形态 雷局长讲到了间谍行为 司法部长巴尔谈到了经济层面 现在的今天呢 我是为美国人民来作解 细节的讲解中国威胁对我们的经济自由 还有对于世界各地的自由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 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拜访中国的50周年 也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50周年 其实在2022年就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 尼克松总统当时的世界与今日大有不同 当时呢我们想象与中国交往 就能创造一个肩负友谊和合作的光明未来 但是今天呢我们今天都还是戴着口罩 看着这个疫情下死亡的人数不断攀升 就是因为中共失去世界 每天早上我们读新闻都看到 香港和新疆受到压迫的新闻头条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惊人的这个数据 中共它使得我们就业岗位和企业都受到重挫 包含在南加州的这些企业 我们看到中国在军力方面越来越强 而且越来势汹汹 我要在这里从加州到我的老家 美国人的心中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要重复他们的问题 就是我们50年来跟中国的接触 我们到底美国人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过去的领导在过去认为 中国会走向自由民主的这个主张 已经实现了嘛 那么中国对双赢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好像国务卿的看法是 还有美国人我们是否比以前更加的安全 那么我们是否在下面的一带 美国人是否会经历这个时代呢 那么必须成立一个硬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呢 就是当时我们讲的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 我们就不能有习近平的这个梦 中国世纪的梦来实现 我们不能持续过去盲目与中国接触的范例 我们不回到这种做法 川普政府说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需要一个战略 是能够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个自由的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的暴政 那先别大家误解 我努力地在否定尼克松的遗产 我相信当时候呢 他认为他所作所为是对美国人 是最符合美国人最大的利益 他是对中国的研究非常准确 他是一个冷战士气的勇士 他对中国人充满了仰慕 他在跟中国接触的时候 他是睁着眼睛做的 他对中国所做的一切 他认为呢 即使中国被自己的共产残酷的手段所削弱 那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的 在1967年的时候 在一个外交事务的这么一篇文章里面 他说 他说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我们不能永远地把中国距离各国之外的 因为呢 除非中国起变化 世界不会是安全的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 我们尽我们的所能 我们必须要改变世界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中国诱发演变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句子 诱发演变 所以尼克松到了中国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访问 他远大的目标是寻求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世界 因为他希望了中国的共产党能够做出承诺 同时履行这个承诺 所以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他们的越来越认为中国对内会有更多的开放 对外会更加地友善 当时候看起来都是应该会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呢 这必然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今天跟中国的接触 并没有产生出这个尼克松总统希望所看到的诱发的演变 那么实际上是我们自由的国家 激活了中国演习的经济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反过来 是王恩负义狗咬国际旅动兵 所以我们放开双手欢迎中国的公民 但是就看到中国共产党 把他们宣传的分子到我们的公开的社会 送到我们的记者会 送到我们的研究中心 送到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校园 送到我们的家长教师联运会 他们让我们边缘化了我们在台湾的朋友 同时但是台湾却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 我们给中国的共产党特别的经济优惠 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要我们对他们人权的侵犯默不作伤 因为这是让西方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票价 我们的这个奥布莱恩大使 他说了几个例子 我们的万豪 美国航空达美 还有美联航 他们在他们的网页上呢 都不提台湾 为的是不要冒犯北京 那好莱坞呢 就在我们这里 吉利我们这里不减 它是创业自由的中心 但是他们自称是自我认为 社会正义的仲裁者 但是呢 对中国最温和的批评 他们都自我审查去除掉了 这些企业对中共的默契 是发生在全世界各地的 那么这种公司唯唯示诺 对中国的奉承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的司法部长巴尔 他上个星期的时候 他说了 他说中国人领导人的终极的野心 不是跟美国进行交易 而是袭击美国 他们巧诈剥削了 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我们的商业秘密 在美国造成了上千上亿的代价 他把我们的供应链抢走了 然后呢 送来了奴隶的劳工 他让我们在全世界主要的航线 越来越过安全 尼克松曾经说 他担心的 因为他打开了世界 中国共产党 他创造了一个科学怪人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种现象了 那有胜意的人 他可以争论就是说 为什么自由的国家 会许可这些坏事发生 那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毒株 太天真了吧 或是我们在冷战后 我们持有一个必胜的信念 还是因为我们只是胆小的资本主义者 还是我们被北京的和平崛起忽悠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 中国今天他要做的是要加强他国内的威权统治 同学对外面的自由世界咄咄逼人 川普总统或是特朗普总统说够了够了 我不认为我们两党对这个事实有所争议 但是今天还有人认为是我们应该保持这个模式 就是未对话和中国对话 但是我要说得很清楚 我们当然会继续跟他们对话了 但是我们的说话的内容是不一样了 今天我最近刚到这个火农卢卢就是谭香山去见了杨洁篪 那一切都是老生常谈 说的很多 但是他并没有要有意要改变中国的行为 杨洁篪做了承诺说 就好像很多共产党员曾经说过的都是空话 他希望我们能够屈服于他们的要求 因为过去几届政府都是这么做的 好多届都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屈服 特朗普总统也不会屈服 艾布兰恩大使说得非常的好 我们要记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权 习近平总书记 他是一位已经破产的极权意识形态的铁杆信徒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指引了他们几十年来的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霸权的野心 我们已经不能再忽视我们两个国家 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的分歧 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 他们经常都注意到这一点 我曾经在众议会的这个情报委员会 还有当过中情局的局长 还有我两年当了这个国会卿呢 让我得到了这个核心的理解 就是唯一唯一能够改变中共的 就是针对中国领导人行为做出反应 而不是只听他们说什么 要看他们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美国政策也要因此来做出回应 里根总统曾经说 在跟俄罗斯人的时候 他说要信任也要核实 但是对着中国共产党 我说呢 我们不要信任 但是还要加上核实 我们 我们 我们是全世界爱慕自由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发中共行为的改变 通过更有创意更坚定的方法 就好像尼克松他说的 因为他们的行为 威胁了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我们首先要改变的 就是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同伴 对中国共产党看法开始行动 我们不能把这个共产党化身 看为一个正常的中国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跟中国交易的时候呢 不是跟一个正常的 守法的国家来交易的 因为他把国际的这个条约呢 当作是只是各国对他的一个建议 作为他达到这个全球支配权的一个渠道而已 那么当我们的美国贸易代表 在这个协商的时候呢 他要求中国面对 我们对他们知识产权偷欠 我们同时也知道 现在跟一个有共产党支持的公司来做生意 跟一个加拿大的公司做生意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谢谢中国的公司 没有独立的董事会 比方说华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不能把华为认为是一个 无辜的一个电信公司 就好像一个 我们看它是什么就把它称为什么 它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我们也必须要跟上我们的行动 同时的如果我们的公司投在中国的话 他们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去支持了共产党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侵犯 我们的财政部和我们的商务部已经进行了制裁 还有就是把一些中国的领导和一些人士上了黑名单 因为他们侵犯了这个人权 我们的一些的机构呢 我们联合在一起 我们要确保呢 我们这些公司的这个最高执行长官呢 对这些问题非常的清楚 我们通时也知道 不是所有中国的学生 或是中国公司的一些雇员 他是真正的学生或是工人 他们来到这里 需要吸取一些知识 有些人他们来了以后呢 主要是要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 然后带回中国 我们的司法部还有其他的机构呢 非常积极地来 要惩罚这些罪行 我们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 也不是一般的军队啊 他的目的是要能够保持 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执政下去 同时要扩大一个中国的帝国 而不是保护中国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呢 也在这个方面呢 也进行了这个航行的自由 在南海 在台湾海峡也是同样的做 我们同时现在多了一个 这个太空部门 然后要叫外空太空军队 要来阻止他们的咄咄逼人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个新的国务院 来面对中国 我们为的是要推行特朗普总统的目标 就是达到公平和互惠 那么 今个星期呢 我们刚刚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因为它是一个间谍的中心 也是一个知识产权偷窃的中心 两个星期以前呢 我们过去呢 都是让他们打我们的耳光 但是半年来都是这样 现在呢 我们要求它遵守这个南海的国际法 我们要它 在全世界 我们都要求我们各国 在任何的这个程度 还有就有关在何方面呢 我们都要求他们遵守这些条例 那么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不仅是这么做 我们也必须付权给中国的人民 因为我们要把他们 跟这个中国共产党完全的这个分开 我们先做这个个人的这种外交手段 我遇到了很多很有天分的 很聪明很殷勤的中国男女 我见过Wilwood主任 还有哈萨克人 他们都是逃离了这个集中营的 还有香港的这些民主领导 从这个曾先生到Jimmy Lai 两天以前呢 我还跟这个罗冠聪 也跟他见面了 上个星期 上个月 我听到了有关天安门 他们生还者的故事 今天有一位也坐在我们当中 王丹 王丹当时候是学生的领袖 他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来奋斗 所以王丹先生请你站起来 让我们大家认识你 还有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 还有就是魏金生 他是中国的民主之父 这个行动的之父 他在中国的劳改营呢 关了几十年 魏先生请站起来 好 那么我知道共产党 他是总是说谎的 但是最大的谎言呢 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代表 14亿人口来讲话 但是这14亿人口是被监视的呀 被压迫的呀 他们哪敢说话呢 反过来说呢 其实中国共产党最怕的是 中国人民敢说话 比炮这个外国的仇敌更甚 因为我想如果他们可以说话的话 那这个世界有多好 如果像武汉的医生 他如果当时候 能够开始发出警惕的话 能够发生发出警惕的话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情况就更好了 太多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忽略 还有就是忽略忽视 或是蔑视这些中国 持不同转件者人的说话 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这么做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们改变共产党的行为呢 并不仅是中国人民 只能让中国人民来做的 所有自由的国家 都一起来捍卫自由的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有信心我们可以做到 我有信心 因为我们过去做过了 做到了 我有信心中国共产党 现在正在重蹈覆辙 就是苏维埃的重蹈覆辙 他把他的盟友距离放远了 然后在国内和国外 破坏了人们对他的信任 同时不尊重这个财产权 而且不尊重这个法治 我有信心 我们现在今天很多的国家 从布勒塞尔到悉尼到河内 大家都请过来了 我有信心我们能够捍卫自由 因为自由本身是非常好的 一件事情 你看看香港人 他们大家都因为 中共压力大了以后 他们大家都要离开香港了 对 中国跟苏维埃是不一样的 中国跟它不一样的地方是 中国因为它今天深深地 套在全球的经济里面 其实北京比我们更小 它还要来得多 也就是说 北京依赖我们 多于我们依赖它 我不相信 我们现在有一个天定的陷阱 也就是说 中共的霸业是未来 我认为 我们并没有正在往下走 我在慕尼黑说过 自由的世界 仍旧继继续正在赢 你就必须要相信这一点 并且以此为傲 世界各地的人 人就希望能够来这些开放的世界 学习工作 而且建立他们的家庭 他们并没有渴望 在中国 我安顿下来 是时候今天站在这里 今天的时机再好不过 今天要让所有的国家一起行动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面对中国 而他们也不该这么做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主权 他们的经济繁荣 以及他们的理想 所以中共的触角才不会触及他们的国家 但是我呼吁所有国家的领袖 跟着美国的步伐走 要坚持 互惠 透明度 就责 要求中国共产党负责 这些领导班子 他们跟我们并非同类 而这些都是非常简单 但是强而有力的标准 但是非常有效 已经太久了 我们让中国共产党来决定交往的条件 但是不该这么做 现在呢 自由的世界必须要定掉 我们用同样的原则行事 我们现在必须要一起划向一条线 而不能让中共的哄骗 以及讨价还价给猛杀掉 我们事实上也是 白了的针对南中国海的这个非法主权声张拒绝 同时 我们也 因此来设下了标准 没错 这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比较小的国家 要是受到了清零非常困难 他们并没有能力 或者是没有 勇气 现在与我们站在一道 但是 有许多的国家 现在站在一起 因为像香港 他们害怕要是向北京 他们会失去这个市场 但是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几年的错误 中国现在要求 民主和能源 他们的这些要求 不管是在欧洲、非洲、南美也好 或是印太地区也好 我们要是现在不开始行动 那么中共就会腐蚀我们的自由颠覆 我们自由社会努力 去建立的法治社会 要是我们现在弯下了我们的膝盖 那我们的子子孙孙就会必须 就必须留到中共的手上 中共他们的行为 就是要去挑战自由世界 习近平他并不是命定 必须要在中国内外 成为暴军 除非我们真的让他这么做 这不是为了要主导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与以前不一样的 苏联呢它是自由世界以外的 但是呢现在中共确实在我们之中 所以呢我们不能独自完成 联合国、北约、七国集团 以及其他的共同的经济外交 以及军力的这个能力 要是能够团结在一起 就一定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 但是我们必须要鼓起勇气 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时候我们要有 相同思想的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 我们有工具 也有现在要求的就是信念 那我现在想要问的 就是我们现在 是不是已经有余额力不足呢 要是自由的世界 不改变共产中国 共产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我们不能再走老路 不能因为老路容易 或者是方便而走老路 我们要保卫我们的自由 不受中共的威胁 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 而现在美国也已经准备好 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正式好时机 我上周在费城 站在独立厅里面 我有解释过 我们的国家建国之初 是因为相信所有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力 这是一个政府的责任 要保卫这些权力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且有利的事实 就是包含在世界各地 及中国国内的人民都理解 美国是这些权力的先锋 尼克松在1967年所说的没错 除非中国改变 不然世界不会安全 现在这要由我们来去实现 现在这个危险非常的清楚 现在大家在觉醒 现在我们自由世界必须响应 不能够再走老路 愿主保佑你们 愿主保佑中国人民 也愿主保佑美国人民 感谢 谢谢 感谢国务卿先生 请大家就坐 那么现在我们在总统博物馆 那么感谢您 今天来到尼克松总统博物馆 我们有几个问题 想请问您 第一呢 是关于在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 您提到 苏联在当时是孤立的 但是很危险 而在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华 他是希望能够 把我们的利益 相加以重合 来对抗苏联 当时非常成功 那么现在 苏联现在的 俄罗斯 是否 有 可能让他拉到 尼克松总统 去对抗中国呢 我确实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机会呢 是在于 现在俄国和中国之间 确实是有 它的关系的 而我们也有些可以做的事情 今天还是明天呢 我们跟俄国现在进行战略性对话 希望能够创造下一个世代的武器 防控的这种机制 那么这类的机制 这些和扩散问题 还有战略性的问题 我们与俄罗斯一起 所以呢 我认为 确实是有跟俄国合作的可能性 能取得 为美国为世界取得和平 尼克松总统 也常常跟别人谈起 布什总统 他事实上 错误的理解 普京 对他有很多的误解 那么 作为一个国务卿 您看待习近平 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外交 您是怎么看待这一个人 那么 我与他的会面 在过去呢 都是有非常坦诚的这个对话 他是毛泽东以来呢 中国最有利的领导 他有很多的方式 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给机制化 使他更具有权力 那一个很好的方式呢 就是我今天也提到了 其实就是看看他做什么 我们当你在一张谈判桌的对面 你看看如何评价他时 你必须先思考 你必须先找到共通之处 但是呢 最终 要看的不是他说了什么 或是他签了什么样的协议 而是他是否有履约 是否履行了他的承诺 而像是对香港的承诺 还有习主席也曾经在 2015年在美国花园承诺 奥巴马总统说 不会把南海军事化 像这类的这个承诺 你现在只要去谷歌上面看一看 你会发现整个南海军事化了 这些的承诺都被打破了 所以呢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看这个领寿 他们做什么 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先听他们说什么 然后看他们做什么 好 那么我们讲到为主 那么您刚刚讲到为主这个词 同时呢 在过去几天 有许多的讲话 我们在讲的不是一个为主 而是非常多层面的的坦诚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呢 因为现在在我们的世界 并不习惯这么坦诚的 去谈这么敏感的议题 就我的这个经验呢 我觉得 其实特朗普总统也是 我们作为商人 很多时候觉得 他的这些政策 好像太过坦诚 好像太坦诚的 清楚说明哪些地方有利益 而又太清楚的说明 哪些是无法重合的利益 我觉得 很多时候这些误解 可能会没有办法 让我们很好的谈明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什么 而使得未来有更多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 要是要使得世界更安全 我们的领袖必须要更加的坦诚 更加的愿意 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么如此一来 透过对话 我们就能够降低风险 只要你能够成熙以待 就能降低风险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正好相反 那您刚刚也说过 其实我觉得 以后人听讲到这一次的讲话 都会提到您说的 不能信任 还要再次确认 那我觉得 他的这个前提是 还是有可能要去达成协议 然后才做确认 是吧 对的 当然是有可能的 每一个国家都要准备好 要去面对这样的协议 可能带来的一些意义 所以这个以前就做过了 我们跟苏联也做了军控的协议 同时呢 我们也很好都保护了美国人的利益 我认为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我也希望我们 能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做到这一点 因为中共现在拥有许多的核弹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强权 所以呢 要是我们能找到共识 找到方法来去降低风险 那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当然必须要有共识 而且要去确认 好 那么现在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早上 他说了 蓬佩奥国务卿 他在讲的不是中国 在讲的是中国共产党 好像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是分开的 这是意图要把外交变得不可能 而是要确保外交失败 这是您的意图吗 这是您的目标吗 我的天哪 怎么说呢 我这么说吧 这么说呢 好像有一点太低估了中国人民 好像说他们自己没有办法 用合理自由的方式思考 好像 其实他们也是造物者的 的进享 他们也有思考的能力 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人民的声音 说我们要是能够忽视这种做法 我觉得是错误的 确实 中国共产党是一党独大 所以我们会去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府的领导 而预应对 但是要是去忽视中国人民这是错误的 欧布莱恩大使曾经说过 意识主义跟马列主义 再次听到这些词汇令人非常的不熟悉 因为马列主义很多年没有提到了 但是现在中共是否真实的支持或是相信马列主义呢 我这么说吧 我们曾经看过马列主义的国家 他们真的去 核心的理解 人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 以及社会之间的是如何相处的 我觉得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中共共产党确实是信仰着这个主义的 欧布莱恩他的讲话其实就是在讲 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的做法必须要去与我们的认识达成一致 好那中共他们是非常咄咄逼人的 现在他们事实上像是抖音这一类的软件也是非常激进的 那么你觉得像抖音这一类的软件有可能武器化吗 而中国的媒体在过去30年越来越咄咄逼人 您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是的他们确实非常咄咄逼人 这有两点 第一呢 就是我认为一个技术的一个媒体 我们认为这一类的企业 我们并不支持也不反对这些企业 我们只是要确保 每个个人的这个信息 不管是您的这个医疗的信息 或者是人脸识别的相关的信息 或者是您的地址等等 我们就是要确保中共不能取得这些信息 我们有责任要确保 确保您 他们无法取得这些信息 我们现在 在许多的这个软件公司 我们就在做到这件事情 希望保护个人的隐私跟信息 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是 所谓的由国家来主导跟赞助的媒体 那我觉得大家要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我非常担心美国的媒体 这些都是国家支持的媒体呢 所以他们从中国共产党 每天那里拿到了信息以后 然后传出来的时候 然后美国的媒体呢 又把它重新的 把它转播出去 那等于就是帮中国的共产党来做宣传了 那么所以呢 比方说昨天在纽约时报呢 也有一个评论 讲到就是美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等于 那么纽约时报呢 它是在评论的这个业呢 其实就是帮助中共来做宣传的 所以这一点呢 说如果他告诉一个肯萨斯州的这个参议员 说我们不能说到美国人生活方式 那这个是没有建设性的 你刚才也说到企业 特别是讲到好莱坞 讲到他们呢 现在跟中国的经济呢 纠缠不清了 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到这种的 我们叫Jane Force China 他还有在新的这个电影 这个Top Gun 就 有关的这些电影 他们就是在这方面 如何让美国知道 他们对这个中国人民共同 他们应该要注意什么 这是我们的要求 或是我们的请求就是 如果你正是担心你是组织社会正义的 你说你们海莱坞是组织社会正义的 你们是保护人权的 那你的行动要跟你的言行要一致的 如果你一方面在中国在那里做 但是你又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就言行不一致了 但是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他应该要自己来做出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呢 他要知道他的决定会有什么结果 这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件事情的 我就说如果你在美国 有一家公司 然后美国的政府告诉你 你不能做这个 或是说你的电影里面呢 不能有一些标志 不能放这个名字 如果美国政府这样告诉你的话 你就说这是不合适的 那美国政府当然不会这么做了 但是如果你让中国的共产党让你这么做 让你电影的内容来 那你今天晚上回家 你会怎么想的 好 国务卿因为天气很热 非常的热 大家都在太阳光底下很疼了 你是西点军校 比亚德威尔森前州长 也说这是最棒的学校 在美国来说 美国是一个海事大国 那中国也是这些一个大国 那在国防的预算这个方面 中国在加强他军力的时候 我们美国国防的预算是不是要变呢 这个问题不好 你真的是这个问题问到我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国防部长可以给你们细节 但是我这方面可以说呢 当特朗普总统说制定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呢 我们所做的一些跟我们过去几家政府其实能做的都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发出一个信号 不管我们是国防部还是我们的国务院也好 我们要重新呢再调整重新配置我们的资产 所以这些都是这些预算 他一预算下来就是好几年的时间的 那么我不管是国防部长也好 当特朗普总统也好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能力 不仅是在战术方面还有战略方面 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的安全等等的这些 我们都覆盖了 所以你来看到我们二三四五年的这个预算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预算的重点已经转移了一个方向 但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去对抗这个恐怖主义了 而是说呢我们看到面对现在的这个挑战 我们现在要保证我们大学人的钱 这些钱我们在做军事预算的时候能够配置更好更恰当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是跟乔治马薛尔 他在1947年的时候在你的母校 就是阿博讲了一段话 他当时会所有的国家都说 我们现在全球面对了一个危机 我们必须要选站在哪一边 当时候他说呢如果选择站在美国的一边 你就可以放心的相信美国会做到 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当时候是选择 那么我们看到当时候挪威他不太说话 但是你看到对着台湾对日本对越南来说 还有澳大利亚还有这些该地区的这个国家 他们如果站在美国的一边 他们可以是不是就像过去他们反苏的这些 站在马薛尔的美国的这一边 他们可以放心的相信美国 毫无疑问的放心吧 这个叫做选一边当然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选一边来说成到底选美国还选中国 这是稍微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的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要选暴政还是要选民主 这是各国都要选择的要做的一个选择 那么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就是你经常就是说他们要知道美国领港人一定也会站在他们后面支撑他们 如果在这过去的三年半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其他的国家 他们现在比较不害怕了 他们比较干起来捍卫自己的自由了 我们并没有要他们来为美国来捍卫他们的自由 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来捍卫他们的自由 来保持保护他们人民的独立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信心他们知道美国站在他们的一边 所以这个事件呢将是由一个规矩为基础 然后美国人民的自由会受到保护和捍卫的 好国务卿非常的感谢你 请大家跟我大家一起鼓掌感谢国务卿的讲话 谢谢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星期四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人权奖项颁发给被中国政府终身监禁的威吾尔学者伊利哈姆 他的女儿菊尔戴维领奖 菊尔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奖项应当属于所有维吾尔人 他盼望美国政府和各国合力咒助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 我认为这次共产主义受难基金会为我父亲颁发的这个人权奖项 并不只是为我父亲一人颁发的 而是为受难的全体维吾尔同胞们颁发的 很遗憾现在不止维吾尔人 很多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也都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迫害 与会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 美国持续面对来自极权政府日益增长的挑战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带来的威胁 他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令人震惊 中共对藏人进行文化灭绝 碾压香港的自由自治 监禁人权律师 让敢于批评中共的人噤声 还系统性的抹去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身份 美国应采取更多措施制止新疆的人权迫害 这些人的性质害状况来自国相冠的人 整个人作为了尊业的性败和人物 And we need a 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imes committed including a determination of genocide Last month, President Trump signed My Bipartisan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2020 into law and also announced targeted sanctions against Chairman Xi Jinping's henchman, Chen Chuan-Gua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vil policies inside of Xinjiang 卢比奥强调 美国政府和维吾尔人 以及所有受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 民主党中议员麦格文表示 中国政府意图使像伊利哈姆这样 和平表达人权诉求的维吾尔人晋升 美国会以一切方法让伊利哈姆重获自由 他说 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 面临危急的状况 180万人被送入居留营 证据显示 还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劫狱行为 他说 美国国会正在推动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美国会采取更多行动保护维吾尔人 It is long past time for companies all over the world to reassess their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s and find alternatives that do not exploit the labor and violate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Uyghur people The menace of authoritarianism is with us today as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None of us should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wrongs occurring in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I am proud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Uyghurs and the rule of law We condemn oppressive regimes that deny people their unalienable rights including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e have been especially vocal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uman rights abuses which rank among the worst in the world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peak out As the CCP carries out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ibet, Xinjiang, and elsewhere As well as against lawyers, activists, and average citizens Seeking to exercise their most basic and fundamental rights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据联邦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 一名隐瞒其中国军医大学背景的科研人员 因为签证欺诈问题而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约谈之后 他躲入了中国驻旧金山的领事馆 这份7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法庭提交的文件说 唐娟以J1访问学者签证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 他在申请签证时没有披露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 调查发现他为空军军医大学工作是现役军人 法庭文件显示 联调局获得搜查证后 在6月20日搜查了他的家 发现了他与解放军有关系的证据 联调局还在当天对他进行了问话 唐娟在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 检察官说 唐娟在被搜查和问话之后的某一天 进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根据联调局的评估 他仍留在那里 这份法庭文件是关于另一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签证欺诈案被告宋称的 宋称在斯坦福大学做J1访问学者 联邦检察官指控他隐瞒了与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和第四军医大学的现有关系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 周三无意义的通过了一项法案 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提供的电子设备上使用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法案接下来将由参议院全院对这个法案进行表决 随着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 由于担心美国用户的个人信息可能落入北京的政府官员之手 美国对TikTok的国家安全担忧日益加剧 TikTok表示它与中国境内的抖音互不相连 TikTok从未向中国提供用户数据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 众议院通过了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下载该应用程序的提案 随着众议院全院的通过和参议院委员会通过相关内容 针对TikTok的禁令可能很快会成为美国的法律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多名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7月22日提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 推动民主共和两党合作 为与中国竞争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蓝图 这项称为针对中国加强贸易、区域同盟、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倡议法案 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和加德纳、罗姆尼以及托德洋等参议员共同提出 这个简称为战略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 解决中国扭曲全球市场、伤害美国企业的经济行为 特别是知识产权盗窃和政府对中国公司的大规模补贴和赞助 通过增加与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合作来应对技术竞争 保护美国的机构不受中国的恶意和不正当影响 加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以保护美国自身、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 如果中国表现出诚意和透明度 则尽可能在军备控制、朝鲜和环保等领域 优先考虑合作而不是冲突 理事参议员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重塑国际秩序 使威权政权受益 并直接损害美国和民主体制的利益 理事参议员希望这项法案将推动两党合作 为2020年及未来与中国的竞争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蓝图 但是他也强调这个法案的目的不是为了孤立中国 而是为了共同繁荣 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 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两国关系因为一系列领域的分歧而处于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 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不过他也表示美中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非常重要 比根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 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 特朗普行政当局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有直面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议员 这个事实是过去30年的政策没有带来很多人所希望的结果 而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对抗中国 气贝等和共产人和国家贷更增 Asian 不laş多 immigration管制 稳固论与政府和支撰交master 这位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说,特朗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下令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予以回应,包括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比根还提到,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所采取的令国际社会感到不安的行为。 比根说,其他令人关切的领域,包括中国越来越强势地使用军事和经济胁迫, 以及国家支持的散布虚假信息的行动,目标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东盟成员国、欧盟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这位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启动了一些外交和经济倡议来捍卫美国及其盟友在一些领域的利益。 这些领域包括全球的基础建设发展、市场准入和电信安全。 他说,这些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而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的行动变得更为紧迫。 美国正在向他的盟国与合作伙伴游说,希望他们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5G无线网络。 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华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决定不使用华为的设备。 比根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内部也进行了改组,使国务院的每个局和办公室决策过程中保持一致。 同时,组织协调美国的外交官,使他们专注于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的竞争。 他说,特朗普政府还在强化与盟友关系,共同应对中国。 尽管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比根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接触对与管控双方关系紧张的重要性。 他最后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迅速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同时为未来的可能性留有余地。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的铁路安全联盟要求制裁中国的机车制造商,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还有国家安全不受侵害。 美国铁路安全联盟星期二致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要求美国政府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中国的中车集团施加制裁。 联盟信函说,他们希望立即向中车集团施加有意和永久性的制裁,以继续保护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 世界最大的铁路客运机车制造商中车集团,目前在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通过投标拿到了关键的机车制造合同。 美国国防部上个月颁布的20家受中国军方控制的中国公司名单,包括了中车集团。 美国铁路安全联盟,四年前由美国铁路制造商、供应商和铁路工人组成。 美国政府预计将支付2亿美元,向美德两家制药公司购买将近1亿剂新冠病毒疫苗。 美国政府向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支付19亿5000万美元,如果两家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有效,美国政府将购买1亿剂。 这两家公司星期三说,他们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美国国防部最后敲定了协议,向两部提供他们联合研制的疫苗。 美国政府与其他疫苗公司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这是最新一项。 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三说,如果疫苗安全有效,美国有可能额外购买5亿剂。 美国继续,居于世界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之首,到目前为止有超过14万2300人死亡。 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封锁导致许多企业关闭,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提出业务中断保险索赔的最佳时机,不过事实可能并非那么容易。 客人以棋盘式就座,每隔开一张桌子才能坐人,酒吧可以招待四个人,而不是通常的二十人。 像美国首都的其他餐厅一样,这家餐厅只能以50%的容量运营,提供室内餐饮。 这意味着在餐厅从3月到6月全面关闭以后,现在利润也减少一半。 四分熟餐馆业主马克·布彻说,大流行病使他损失了几十万美元。 为了尝试弥补,布彻和他的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他付出的25000美元保费能够得到回报。 2002年到2003年, 非典爆发席卷全球,当时保险公司不得不支付成百上千万美元的赔偿。 在那之后,保险公司修改了他们的政策。 有些公司加入了直接了当的条文说,他们不承保因为大流行病或病毒爆发造成的损失。 其他一些公司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措辞,但异曲同工。 不过独立的专家指出,这完全取决于如何解释合同。 这就是个问题。如果他们只需要身体失败,那你会有点失败。 但良好的商业失败政策则应该不会有身体失败的要求。 有些人没有实败败的要求,但他们仍然在使用它。 他们正在使用它,像是在那里,但它没有。 然而,保险公司解释说,新保单并不是为了逃避付款才采用的,他们仅仅在试图维持保险业。 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灾难。 在这次大流行之前,最大的灾害是卡特里纳飓风,它为保险公司造成540亿美元的损失。 据美国财产商王保险协会的数据,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的损失每月在2500亿美元和4300亿美元之间。 而这不仅仅是小企业,这占保险公司偿付未来损失的所有经费的半数以上。 如果一个疫情业者在特别提及,那么多的保险的据据会会这么大,它将会超过这些公司的价格赔。 保险业者说,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应该由政府来支持小型企业。 而相反的是,小企业主在敦促政府修改法律,让保险公司无法在类似当前大流行病的特殊情况下逃避支付索赔。 美国之音瓦西列娃,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